间接停身,欧文赛后第一时间亲吻妻子 曾亲自给老婆接生,两人关系到底有多好 随着董霞和雷霆西部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场哨声吹响 欧文第一时间也是冲向场边的第一排观众席 深情地亲吻了一名美女 而这个美女就是他的妻子玛琳·梅克森 而球迷们看到欧文的妻子也是第一时间觉得十分眼熟 没错,他的妻子也是和科比的一双玛尼莎长得十分相似 或许这也是欧文崇拜科比的一种体现 即便是找老婆,都会科比老婆十分神似 而除了长相气质相机的瓦尼莎 维克森也是和瓦尼莎一样,十分的重视家庭 我们可以发现,纵使欧文成为NBA的顶级球星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百甚至数千万粉丝群体 但是欧文的妻子却十分低调 从未在镜头前抛头露面 只是偶尔通过适当媒体简单地晒一下她的生活和家庭日常 而欧文妻子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NBA场面的观众席了 她总是默默地在赛场支持自己的丈夫 并且不会轻易在社交媒体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 或者随便的接受采访 因为她不想给欧文在场外带来麻烦 不过在遇到欧文之前 维克森也是有着自己的视野 那种是一名模特了 从她的身材也不能看出 容貌娇美,身材火辣了她 当年也是一名炙手可热的封面模特 但是随着2018年她和欧文相恋 她也是暂停自己的视野 一心扑在和欧文组建家庭上 而了解欧文情史的朋友都知道 欧文的情感经历那可是相当丰富 称为花花公子都不为过 她之前谈过的美女也是不计其数 其中比较聪明的还有李福斯的女儿 因此当2018年欧文宣布和维克森谈恋爱时 坊间大部分球运朋友和八个媒体 都并不看好维克森和欧文的恋情 认为这又会是谈话一线的爱情 但是不过在2019年有媒体拍摄到 维克森和欧文一起逛街 手上带了一个足足四克拉拉大钻戒 看起来十分的耀眼 这枚钻戒价值在27万美金左右 而这个钻戒就是欧文送给维克森的定性信物 当时记者问到他们是否会结婚时 二人都没有表示否认 随后在2020年下半年 维克森就怀孕了 而当时欧文也是一直陪在维克森身边 和他一起进行康复运动 陪他一起下厨 两人的孩子也是在21年6月份出生 而据悉 当时欧文信仰的印第安教中 有一个古老的传统 那就是男人会帮助女人接生 因此维克森的这个孩子 也是欧文亲自接生的 这在如今现代社会 一方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让人觉得有点了不起 毕竟如今大部分医院都禁止丈夫踏进产房 生怕日后对夫妻二人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因此欧文亲自帮老婆接生也是十分了不起 如今欧文和维克森已经订婚 但是二人还没有宣布是否已经结婚 不过这也无法阻碍两人深厚的情谊